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雪荣江 台湾疫情大爆发 连续几天都是两三百例的确诊 从去年到现在 病例数已经突破两千例 但从一千例到两千例呢 却花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今天又新增了两百四十例的 这个境内的确诊 这个数字代表疫情已经到高峰 还是开始缓和了呢 那有专家说 一日333例并非真实的疫情 这跟裁剪的速度有关 意思是指疫情比想象中还要严重吗 那关键就在这三天 也有人说要观察到5月28 或是到6月中等等 疫情发展会像欧美国家一样吗 但是台湾跟欧美国家 民情观念有一样吗 蓝营的人说 如果全台单日确诊上千人 那全台的医疗将面临崩溃 悲观的论调是唯恐天下不乱吗 不过有不少的专家预估很快就会宣布四级警戒 那新北市场侯友宜昨天说 新北的疫情接近四级的防疫 正考虑仿效中国设置方舱医院 但是双北地区的集中检疫所不够了吗 资源有没有整合 从喊封城到考虑盖方舱医院 台湾的防疫政策已经到 无计可施 必须要去学中国吗 那昨天宣布高中以下停课 结果线上教学库克云当机 还有检疫所数量严重不足 检疫占大牌长龙 有320位的耳鼻喉科医师说 他们很会筛 所以可以支援 那现在就喊这个医疗量能不足 医院的负荷太重 是不是没有去善用民间的资源呢 那这些资源又该由谁来整合 如果全民有信心 要向全世界示范 台湾如何在两周内解除警戒 那我们的官员 县市首长是不是要更积极 而在疫苗方面呢 传出向美国恰购的500万剂 莫德纳以及AZ疫苗 渴望6月下旬 6月初到货 那美国也将释出 2000万剂的疫苗给他国 从这个外媒爆料说 美国政府对台湾伸出援手 正和疫苗制造商进行协调 要加快的交货速度 蔡总统今天也宣布了 国产疫苗7月底会供货 最新疫情的发展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立委 庄瑞雄 中江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再是财经专家邱米宽 中江好 大家好 新光医院副院长洪子仁 中江好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再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资源媒体员陈敏凤 大家好 资源媒体员王瑞德 中江好 大家好 先来关心指挥中心 今天最新的说明 本土案例新增240例 全国学校停课 我们今天现在病例 稍微少了一点 也是240位 这累积出来的数目 是非常的惊人 提醒大家千万保持高度警觉 社区疫情拉警报 18号再新增240例本土个案 主要分布在双北地区 台北市和新北市都超过百例 分别集中在中和和万华 人数最多 另外桃园和彰化也超过10例 基隆和高雄都是3例 而新竹县市云林县 也有零星个案 发便日介于5号到17号 进一步调查 确诊患者还是以茶医馆群聚 和万华活动史个案占大多数 但人有50多人 疫调关联性不明 至于进香团 狮子会和游艺场相关 只有新增1到2例 社区疫情依旧严峻 更爆出两起死亡个案 紧销紧急破门而入 没想到看到的竟然是冰冷遗体 案1522证明60多岁女性 平常在万华工作 10号出现发烧症状 在14号就医裁检回到家中 没想到被通知确诊 结果17号家属打电话 都无法联络上 被发现倒卧家中 急中之后还是宣告不治 另外还有案2095 证明80多岁男性 本身有慢性病史 为亚东医院住院患者 16号因为同病室 有人确诊 列为接触者裁检阳性 CT值25 隔天竟然病情急转直下 经过急救 同样无效身亡 指挥中心 今天最新说明 本土病例是240例确诊 同时宣布 全国各级学校 含幼儿 安亲班 补习班等等 从5月19号到28号 是停课 我要请教副院长 怎么样解读 这个240例 这是一个疫情缓和的开始吗 但是我们又看到 全国停课 要如何让全国的民众 了解这背后决策的意义呢 好的 我想就是说 我们今天看到是240例 那昨天是333 那但是呢 这个疫情到底会往 就是在往高峰走 还是要往下 比如说如果是有连续的 三到五天 是往下的话 那基本上我认为 我们就稍微能够了解到 我们已经大致控制这整个盘 目前的状况 因为我必须要讲 目前我们这八天来的 每一天的确诊的这些 这些个案 都是在反映 在5月11号之前的 两个礼拜的一个状况 这些人不是 5月11号 我们提升到二级以后 才陆续感染 而是陆续发病出来 那这些人的发病 一定是在封城 在这个在5月11号的 这个提升为二级警戒之前 所以换句话说 现在的这个指标 就是一个好像落后指标 所以呢 我们如果说 在观察在一阵子 他往下的时候 那就代表 我们在上星期 5月11号 从一级防疫 进到二级防疫的效果 已经慢慢要出现了 所以今天 这个我们的这个杨老师 我们以前工卫老师 他在提说 会不会有一天到1000 尤其他说520 我觉得他这次可能 又有点失策了 因为如果按照目前的这样子 今天的数字 看起来我认为 要一天要确诊 1000多人以上的这个 风险程度 我看觉得是没有那么大 而且我也常常觉得说 最近杨老师都常常会猜错 我也希望他这次 应该还是会 希望他继续这个预判错误 希望他每天上千利 真的是吓死人 就是希望他能够预测错误 OK 那所以回到现在 这个疫情的这个状况 我们已经看到5月11号 我们从一级升到二级 然后上星期六 又从二级升到三级 那现在的进行 这个所谓全国中小学的 这个停课呢 某种程度就是 也是在呼应上礼拜六 大家还记得 我们从二级升到三级的时候 我们是把所有的八大场所 还有就是人潮密集的地方 我们都让他暂停营业 那包含餐厅的部分 我们就只允许5人以下 只能外带等等 那这些全部的作为 其实都在做一件 什么样的事呢 他政策的意涵是几件 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就是在减少人流的移动 人流的移动 学生从家里要来上学的途中 这个人流的移动 减少人流的移动 第二个 我们在减少人群聚会的机会 人群聚会的机会 就上礼拜三温暖那些 其实都在减少这个人群聚会的机会 因为我上次也提到说 这个英国变异病毒 他最喜欢在三密的环境下传播出去 就是有三个条件 他是很容易传播出去 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是要 打破他的传播链 哪三个传播链呢 第一个密闭空间 第二个密集的人潮 而且密集的人潮是不特定对象的人 大家集合在一起 就密集人潮 第三个密集接触 换句话说 我们如果能够打断这三密的传播链 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减少人与人在密闭空间下 与跟不特定对象的长时间的一个接触 那这样的话 我们很快可以把传播链都打断掉 那这样子就可以让这个疫情 马上可以获得一个控制 所以现在我们让钟晓璇待在家里 某种程度也是在打破这个传播链 包含我们每一个人从现在开始 为什么口罩都戴紧紧 洗手特别轻快 某种程度也是在从我们自身 就要把这个传播链打断 当然目前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为什么要设这个比较多的快筛站 我们目的就是比较短的时间内 去把我们各这个社区中 可能的确诊者怎么样 全部把它找出来 因为我刚才讲找出来以后 我们把它进入到 不管监狱旅馆或医院去治疗的时候 这些病毒就被我们控制住了 那只要这些人没办法再继续 外面再继续传播下去的时候 我们疫情就可以得到一个控制 因为有专家说 这跟你的裁检数量有关 也就是说如果再继续筛下去 越筛越多的话 这个确诊量又会再增加 目前要去筛的是什么样的人 是说你有接到细胞检讯 而且你要最好有不舒服的症状 你要有适应症产生 就是说你必须是在那个风险区里面 你又有不舒服的这个状况 产生的时候 你要赶快去筛检 而且我认为 其实我们台湾的民众 你也知道 其实对这个自己的健康 还是非常在意的 所以我觉得在头五天 已经很多人已经 就是说只要有一点点感觉不对 都已经会到快筛站去筛检了 所以我想后续的状况 应该会得到 因为疫情每天都在变化当中 全国民众也都非常的关心 也就是这个疫情到底 还是会继续的往上冲 还是已经逐渐的缓和下来 这绝对是一个观察的重要指标 来宽哥怎么样看 因为有人说关键就在这三天 有人也说观察到五月二八 有人说要观察到六月中 到底要如何看 天佑台湾 今天的人数已经下降了 但是我们要看一些 细节的一个部分 目前全国这一次新冠肺炎 总感染人数到今天为止 总共是988人 新北本土的一个部分的话 总比例是465例 所以目前重感染区 是在台北市跟新北市 这个是确立的 那这一波变种病毒 更是来势汹汹 目前有四支变种病毒 包括了英国南非印度跟巴西 最凶的是印度 我们目前把它隔绝于境外 目前在台湾流窜的这支是英国病毒 那这次英国病毒有多凶呢 我们举个例 这次大家都在密切的注意 彰化这个案例 彰化这个案例 就是一对夫妻 他们到万华来卖葡萄 卖葡萄完之后 在了万华感染之后 回到了整个彰化 回到彰化完之后 家族都全中 今天的整个葡萄家族 还在继续扩散 为什么呢 之前有传出一个 1300多例 大家在吃喜宴 目前筛检完之后 中了22例 所以目前的彰化 仍然持续在封锁当中 那现在呢 彰化密集在封锁 高雄密集在检测 新北双北都密集在检测 对不对 但各位有两件事情 我个人认为非常重要 先来看第一件 这个是过去几天的一个变化 各位还记得吗 上周五的时候 人数是29人 结果到星期六早上10点钟 突然间全国进入三级状况 为什么呢 从29人跳到180人 各位这一口气是增加六倍 那增加六倍完之后 就代表社区感染已经开始了 社区感染已经开始完之后 数字开始往前走 来到星期六是206位 来到了后面 我们来看 这个是星期天 这个是星期天 星期天是206位 星期一昨天333 对不对 今天200是这个数字至关重要 为什么呢 先来跟各位说明 为什么这数字至关重要 很多人说 那这个240人当中 是多少的量能所塞出来的呢 目前各大快筛检站 包括了万华等等的 新北市目前还在建 这个要塞 目前各大城市 只要有疑似的 这个要塞 目前你要进手术 你要进急诊 因为担心进去之后 医院产生破口嘛 所以目前你只要到医院去之后 通通都要做筛检 那筛检的能量那么大 请各位注意哦 我刚刚跟各位所说的 这一两天的筛检的数量 会比之前前几天的筛检数量 我认为至少多一倍以上 但各位 从333 往下回到24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 那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不能够来到这地方就骄傲 后面几天我们要持续的一个观察 然后这个数字不要持续扩大 代表我们的社区 第一个我们封锁住了 第二个 我们来看到上面的一个案例哦 新北市只会现在剩两个 宜蘭一个 竞相团两个 然后大部分都集中在万华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哦 这件事很重要哦 华航跟诺富特这条线不见了 那为什么不见了呢 我们把它销毁了嘛 我们经过三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从机师的案例 外流的一个案例 诺富特的一个案例 我们通通把它给筛检掉 所以先跟各位说 新冠肺炎是有办法把它给克制住的 我们只要给我们两个礼拜 到三个礼拜的时间围住 不要扩散 然后把整个CT数 把整个感染数往下降 案子是消灭的掉的 所以两件事 第一个今天感染人数变少了 第二个华航的案子 到这个地方不见了 那当然还是有辛苦的地方哦 今天有两位的死亡案例 一位是在亚东医院 86岁的老人家 因为他有多重的慢性疾病 跟多重的器官衰竭 那我们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另外一件事在万华 万华目前来看的话 第一个他独居 案件还在审明当中 但是他已经失去生命现象 我们任何不幸的事情 都不希望发生 但目前我们国内的一个控管 再更说明一次 我们把自己成为一个断点 我们任何人把自己 请洗手戴口罩成为一个断点 三个礼拜之后 我们向全世界来证明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 有办法做到的 我们有办法从三级走回二级 大家坚持下去 我认为我们台湾绝对办得到 针对疫情的最新发展 我们要连线这民进党前立委 林静怡医师 来 静怡医师在线上 谢谢大家好 是 静怡医师 怎么看今天这个最新的240例 这算是一个疫情缓和的开始吗 不敢讲到缓和的开始 只能说还没有发现 还没有到超过控制 因为你不可能说今天240就认为是缓和 如果从最早爆发的个案 一直到现在 大概要到这个周末 如果都一直维持数量往下降 我觉得才会比较安心 还要多观察几天就对了 还要再到这个周末 但是因为这两天 尤其是昨天的筛检数量 应该是更多 那你在筛检数量大增的情况之下 确诊者的数量没有比较增加 这个倒是好事 表示说真的有在控制之内 是 有人说这个疫情 这个可能比想象中的严重 因为这跟裁剪速度有关 所以就是刚才你所讲的 那如果裁剪多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确诊数就增加 是这样子在观察吗 但是昨天的裁剪数量 应该比之前筛的数量更多 我举一个例来说 像昨天很多的医院 你原来要进医院去手术 住院的病人 全部都要先做过快筛 就是说除了原先的 我们现在已经设立的一些快筛站 还有医院的急诊 有症状或者是有接触的人 去筛检之外 还有包含 原来就有医疗需求的人 都经过了筛检 也就是昨天的筛检量 应该是比之前更多 那筛检量并没有下 当然我必须同意说 像比方新北跟台北 他们的所谓户外筛检站 应该是还有需求 应该还要再多开 因为这两个都是热区都是感染个案 比较多的地方 但是全台湾包含其他县市 尤其医院 昨天也很多都加入了 就是有病患的检查的行列 所以其实筛检数量没有太少 其实是很多 所以要给我们 包含第一线筛检的人员 还有我们的实验室 就是在做PCR的这些人员 给他们一点鼓励 其实他们的工作量 最近非常的大 是的确 因为现在的医疗量 的确是面临考验 但是因为现在有 这个蓝银的人说 如果全台单日确诊 上千人 台湾的医疗就会面临崩溃 到底我们要如何去看待 这可能是用比较悲观的 这个看法 那如果乐观的来看 是不是要多看几天 才能够看出 那个曲线的这个趋势 到底是怎么走 本来就是啊 因为这几天我们也都在看 包含确诊的状况 还有感染的数量的状况 那我是觉得有些政治人物 不要整天都只会讲一些 恐吓别人的话 你的超前部署 是政策超前部署 不是在那边还没三级喊三级 已经三级喊四级 你就做点比较积极的事嘛 因为这样说好了 就是所谓的单日确诊破千 会不会医疗崩溃 第一如果你的确诊 你在确诊的流程过程之中 你是外面的筛检站开的够多 这些人没有筛报急诊 那么暂时医疗上 就可以维持原先量能 所以这也是我过去三天以来 不断的在强调 请地方的卫生局 赶快去开外面的筛检站 不要筛报医院 那第二个事情是 其实部长跟这个 我们讲张上纯教授都有讲过 如果像现在的做法就是 就是维持量能 那当然这一次重症的个案比例 好像比较多 所以必须把这些空间 医院的这所谓重症跟隔离病房 留给这些重症个案 那有没有准备所谓集中检疫 已经准备了 就是昨天前天都讲过 会有一人一室的集中检疫所 那这里面也要看各个县市 像有的县市 就我所知 像我昨天看到高雄 他们就提到了 包含检疫旅馆的部分 从检疫旅馆去做集中检疫所 一人一室 那这个其实就是已经在准备的东西 所以我是认为盘点 到底集中检疫所的需求 还有哪些医院可以清空 来作为一人一室的 这种所谓集中隔离 会比你在那边跟我讲 你要盖什么方舱好的多 你真的方舱盖下去 你是要全部都放体育馆吗 那你就开体育馆就好了 搞什么方舱 今天单日确诊240例 到底要如何来看待呢 那有专家认为 这是因为跟这个 裁剪的这个数量有关 那因为单日确诊 昨天的333例 那河北乡市认为 仅代表筛检进度 真实的疫情 可能是更严重的 那另外在蓝营方面呢 杨志良他是觉得 20 21号疫情会达到 这个高峰 单日确诊 如果近千人的高峰 并在28号会逐渐的趋缓 同时他也说呢 独裁防疫 会害了台湾的疫情 乃瑞德哥怎么看 现在各方的说法 到底是该悲观还是乐观呢 基本上杨志良讲什么 我都不相信 所以呢他所说的 什么任何的一个看法呢 我尊重他的发言 但是他的发言 对我来讲 我认为他的发言 完全不值得我评论 那么河北乡 这个等于说 他所说的也没有错 为什么 你衰减的跟实际的 当然会有出路啊 为什么 就像你来衰减的 之前是10%对不对 昨天已经降到7%了 在台北市的部分 板桥先开的 这个衰减站呢 那么更低只有5% 那当然不是说 这个我们的情况 我们就情况转好了 就好像这个 确诊率就降低了 因为最主要是 你的衰减量有限嘛 还有会来衰减的人 第一波 我觉得第一波 是因为对自己 可能有点害怕的人 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 如果你是在 万华茶室阿公店 上班的人 接触的人 跟去那边消费的人 还有他的家人 他的家人 因为他回去了以后 你可以解释 这是为什么 你看 新北已经有465个人确诊了 板桥是重灾区 板桥大概有120个人 为什么 因为一桥之隔嘛 那很多来这个地方上班 来阿公店 或是在万家附近 上班的人 跟来着工作人员 他们呢 因为 这个你要知道 房价是新北比较便宜嘛 所以呢 他们很多都住在哪里 板桥 中永和 或者是说 三林堡新增 所以你可以知道 为什么这一块 卢州这一块 在刚好在 桥的淡水河的那一边 几乎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分布嘛 所以呢 事实上呢 他的衰减 衰减的量更大 你照理来讲 今天照理来讲 应该如果 整个突出气 很大的话 今天的确诊率 应该降 因为升高才对 我跟各位解释 也许三四百之类的 因为不是有一个 在已经手术完了 都还不知道他确诊 后来是 手术完毕了 也要过了几天 肺部有问题 才知道他确诊嘛 所以现在 所有要手术干什么 全部都要筛检 所以都要快塞过 所以呢 快塞量 事实上 除了户外的之外呢 那么 户外的这个 快塞站之外呢 其实在医院里面 本身也在做 快塞的那个 整个量在增加 如果有的话 照理来讲 确诊率也会增加 那确诊率 没有那么高 当然啦 我们要看指标 是至少看三天 今天明天 后天 如果他的量 比如说明天 今天2004嘛 那明天如果下降 后天也是下降 那恭喜各位 至少是一个好消息 当然了 不一定说 那个高峰 就一定还没到 未必哦 因为有可能是潜伏期 所以 陈时中部长 他今天特别提醒大家 快塞阴性 你们能够是说 哦 我就没问题了 不一定 因为你可能在潜伏期嘛 现在大概都集中在 5月初到十几号 这段时间 然后很多是 5月9号母亲节 这个餐序的时候 所这个等于说 传染到的 非常感谢320位的 耳鼻侯科的医师们 因为你知道 现在在一般 趁着崩溃了嘛 对吧 那早就应该要出来 那么等于说 援助资源 这些第一线 快塞战的这些人嘛 而且你应该 快塞的资源 能量要更大才对嘛 我都觉得 只设几个太少了 你应该多设几个 为什么 因为最主要是 越快塞 塞出来如果是阳性 那么你赶快做 这个等于说 相关的这个 RNA的相关的这个检测 然后这样才能够 把确诊的人赶快 赶快找出来 然后隔离嘛 赶快医治嘛 对 那所以呢 事实上呢 以现在这个进度来讲啊 那么还是锁定在 曼加阿公店 这个系列 所弄出去周遭的人 好处是在这个地方 对 然后但是 一定要非常小心 为什么呢 你看 那么彰化的案例 在增加当中 因为吃喜酒的人嘛 那些吃喜酒 也正在塞当中啊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防堵的是 现在几乎宜兰的部分 基隆的部分 已经控制住了嘛 那桃园你看 诺富特这些都已经都结案了 都没有了嘛 所以这个病毒不是不能控制的 你只要用你的方式把它防堵起来 说得不好 他要冲病毒嘛 他的图纸图 所以要冲牌出去外面自身的时候 手脚把它砍断 很简单 手脚把它砍断了以后呢 他就没办法再伸出去了 他就举进来 举进来 现在就找出这些确认者 理论上来讲 那么这些害怕的人啊 现在会有两种现象 一种是很害怕自己 可能确诊的人啊 他赶快去快塞 他会怕嘛 一般如果你坐个捷运 经过捷运板南线 经过龙山市站的人 你不需要怕 那这些去会去塞的人 一般心里有数说 我会不会有个风险 我可能居住在各张地了 还是怎么样 有接触过的 那么现在最怕的 其实不是这些人 现在最怕的是躲的那些人 不是有人就躲到南部去了吗 躲到南部去 躲到哪里去这样子 现在怕的是这些人 还有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曝光的 这些所谓逃逸外劳移工 包括可能在坐台的这些 陆配还是月配 这才是我们要注意的重点 基本上来讲 如果他没有大幅度 在提升的话呢 那恭喜大家 我们可能台湾 还有一线机会 可以把整个疫情 慢慢压下去 现在的疫情发展 已经进展到看数字 也就是说数字已经多到到 没办法去检视个案了 现在就是看这个数字的多寡 是200多还是300多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今天是不是一个缓和的开始 应该是很多人的期盼 只是说现在的数字 到底是会往上冲 还是往下缓和 不管怎么看 这是不是一个封城的关键 有人就在讲 现在是三级警戒 那有不少人可能觉得 很快就要宣布四级警戒 包括有人说 这个封城关键不在双北 而是双北进入确诊的高峰 不过如果12区以外的县市 能够控制 不让暴增的话 就不会有封城 或是升到第四级的警戒 来怎么看这样的发展 其实双北如果说 它真的是封城的话 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封城要达到 它一定的一个条件 它其实也是非常严苛 你说现在的果菜市场 新北台北 两个地方全部都有 一个地方封城一定是影响到 隔壁的一个县市 那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你说你说 你说只要新北市封城的话 那你台北市怎么办 它不可能单独封 是 但一定会影响到周遭 一般在讲说封城的概念是讲说 我假定你这个城市里面的人 你不能给我乱跑 你直接出来 会增加接触上的一个危险 我就推定你们都是风险是最高的 不让你流窜到其他的一个县市 但重点就是说 每一次你注意去把它看 上一次 那个整治在中国武汉 它在封城的时候 前几天就有人开始跑 有人搭飞机 第一个推到哪里最多 新加坡 还有有人跑到泰国去 然后再来就跑到日本 科学家现在推测 全球的一个大流行 就是因为封城而造成的 有人提早就跑掉了 然后就到处将去做一个流窜 那其实我一直会认为说 现在呢你刻意去把它讲得好像是很紧张 到提醒民众注意是一件好事 但是你把它讲讲看 从昨天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台湾很多地方 你说在西门町也好 或者说在新医区也好 在全国各地本来是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 大家看到以前所谓的万人空巷是说 好多人喔 人满为患 现在的万人空巷是说 以前这个地方是万人的 现在为什么变成是一个空巷 所以民众就变成说 我自我来封城了 我觉得我不应该去添乱 所以我现在减少我的到外面去 跟别人暴露在整个风险的一个地点里面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 以现在台湾的民众 大家都非常谨慎 也就是说 虽然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么严重的地步 但民众都会觉得说 我应该不要去添这个乱子 我现在减少出门 捷运人也变少了 那你看今天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他就把他说 全校现在所有的学校 这个部分也都变成停课了 为什么要停课 就是人不要让他聚集嘛 学校里面那开什么玩家 一上课就那么多人在那个地方 你说 我们要减少人跟人之间的一个接触 那你又让学生去上课 那还得了 所以这个部分 他也不管你说 哪怕说在家里面 你家长是会带来你的不便的 没有错 可是问题是跟整个健康 跟整个生命的一个风险来做比较的话 让小孩子不要那么多人 群聚在学校里面 这个决定其实是对的 你去看每一次 你说日本是如此 欧盟是如此 英国他也是这样做 我们从国外的例子来看的话 这一些是有效的 所以倒不是强调封城 你说病毒 你说确诊的数量 一直往上攀 攀到最后受不了 那当然就是封城啊 所以我们最担心的是 县市首长把这个基调 拉得很高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要想一想 你真正要采取的措施 其实你接下来 不是你个人可以承担 这几天大家谈到的 类封城 类四级 封城带来的就是法律上的一个限制 三级 违反三级 有三级的法律效果在 要怎么处罚你 你到四级 好了你说我现在是类四级 类封城 我现在超前部署了 民众如果没有遵守呢 你怎么办 你给他开罚吗 所以到城市中央跟地方会不同调 这也不好 但是关键的一个因素还是在于说 如何在我们台湾的民众 我们自己团结 我们知道是目前来讲的话 是一个高峰期 那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健康说话 窝在家里面就是最好的断绝 跟外面的一个接触 阻断这个整个传播链 最好的一个方式 的确 蓝民凤姐怎么看 因为现在无可否认 在台湾内部对于疫情 一定有人悲观 有人乐观 但是我们去客观比较 如果说像欧美国家那样子的疫情 大扩散 那么的糟糕的情况之下 台湾有可能步上他们的后尘吗 还是说民族性的差异 其实我们是有这个本钱 可以对于这个疫情 可以持乐观态度的 我是比较乐观的啦 我觉得就是说 你就算这几天猛暴性 但是大概也是说 一千多例左右 那比起外国几万 几百万例 这样子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控制的范围嘛 那我现在觉得就说 有我觉得有些县市首长 譬如说我平常对柯P有意见 但是我觉得柯P这次的处理 真的比侯友宜要好太多了 你譬如说万华 万华那么多人 柯P就塞了五个 这个筛检站在那里嘛 因为这个是有需要的 所以他第一天三站不够 四站再加 五站再加 这个整个就加速 整个围堵的这个能量嘛 可是我们看看新北市 新北市的市长 一天到晚讲封城 一天到晚讲方昌 我请问你 你板桥板桥一百一百例九十一例 跟万华是差不多的 你现在板桥的筛检站有多少 就只有从礼拜一开始一站 那我请问你 你这样怎么能够把这个东西 赶快把它筛出来 赶快围堵呢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首长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这个警察出身 你应该冷静 虽然你不是医生来讲 但是你为围捕这个 如果你是病毒是罪犯的话 你应该谨慎部署嘛 那你这个板桥站 如果是板桥 如果是这么多人的话 你一个筛检站够吗 你是不是应该学台北市 再像万华一样 多增加几个筛检站 第一站一定不够 那你就急死人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这个数字 我不晓得板桥的筛检站 他的速度是快还是慢 如果他是很快的 像万华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放心 可是他一站而已 他快不了吧 对 所以我们就放心 所以如果他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放心 因为他是往下走的曲线 可是他的板桥的部分呢 是快 是好像只有一站 我们也不晓得到底是在干嘛 所以这个板桥如果塞下来 到底是怎么样 就变成我们一个 一个这个疫情 它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觉得做首长 不要浩高骛远 就是说基本功要做好 你先把该塞的都塞完 到底要不要盖什么方舱医院 或是怎样 那再说嘛 那你方舱医院 现在有个迷点 迷失就是说 因为现在有一些轻症的人 叫人家就在家里面休息 不要去医院 所以就于是就有人伸出这个方舱医院的想法 可是唯一是陈时中 他说他已经空出三千个病床了 你新北市你不能協调吗 那你为什么台北市到现在 我们一下都骂柯文哲 讲东讲西 他这次有讲方舱医院吗 他没有讲嘛 他就是开始把各大医院 整合 叫来开会 然后整合一下 那我你新北市讲了 跟从很早都开始讲封城了 可是你今天的防疫旅馆 是数目六都最少的 那你的集中病床 你有没有整合 所以我觉得就说做一个首长 你不要每天再给我喊封城 喊这个什么 可是他说他有超前部署 对 那你超前你要合理啊 那你你都不塞 那你当然越扩越大 那你当然非盖不可能 那你刚才就现在开始盖好了嘛 所以我觉得就说 这个先是中央 当然是现在因为这个疫情扩散 他是放全给地方政府 但是地方首长的处置好办 有点在拼所谓的政治的这个精算 譬如说跟柯P好像在拼一个说 谁比较厉害的感觉 但是我说实在我平常都会骂柯P 会称赞侯友宜 但是这一次我看清楚 倒过来 倒过来 你板桥的部分 你先给我塞多设点几个赞 你塞出来之后 到底数量多少 我们才能够整个竞数 再加入这个总数里面看整个趋势嘛 否则你这样子偷偷拉拉的 那今天往下走了 那你明天突然 因为你板桥的东西又开始暴增 到又开始紧张 所以我觉得就说 中央也不要全部放弃 这些地方首长的东西 步骤有些懂有些不懂 然后呢 这个东西有些做是不是太over了 然后没有做好基本工作的部分 我觉得指挥中心应该给一些建议 跟这个指教嘛 然后当然我们中央部分可以做 就是320个这个耳鼻核科的医生去整合 因为大家讲说这个基层的筛检量太大了 然后这个又依照 这只是靠这些感染科或是怎么样 既有医生太小了 那你把320个集合起来之后 我觉得这个检核的数目呢 就会速度就会增加 增加之后就有利于我们判断 这个疫情到底会怎么样情况 这些都是科学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很重要 就是就是整个基本功做到底 要不要做下一步 才来说你不要一个信口磁房 然后一张嘴在防疫 然后基本动作都没有做 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 本土疫情延烧 尤其集中在双北市 那新北市长侯友宜昨天说了 正朝向设置方舱医院的方向进行中 侯友宜也研议要设方舱医院 甚至已经勘察 卢州空中大学等三地 要评估作为设置地点 我一定要对未来要有所准备 哪一天有大量的收入无症状确诊 我们是不是要盖整个方舱医院 这个方向我们都不断的在做进行当中 但是也要跟CDC来取得合作 要建方舱医院 这类的目前没有这样的考虑 我们还是以能够互相的区隔 为一个重要的指导的原则 指挥官陈时中强调 目前中央没有要设方舱医院的规划 但为了避免医院超载 指挥中心已经设置加强版集中检疫所 增加医疗人员配置 同时提供治疗 目前已经安排133名 不需要积极治疗的患者入住 我们看到新北市因为疫情严重 从4月底到5月17日 昨天为止就有359人确诊 所以侯友宜市长昨天就说了 其实现在已经是接近4级的防疫 所以他们就是考虑要仿效 中国设置方舱医院 但是有这个必要吗 我们看到至少在台北市的部分 他们有在准备检疫所 包括已经准备了200个房间 因为台北市集调5家的防疫旅馆 要改成集中的检疫所 他们也会扩充到1000个房间 新北市没有吗 陈世雄都说了不考虑 所以我们就看到 新北市他所谓的超前部署 至少昨天宣布停课之后 线上的教学马上就当机 所以到底超前部署在哪里 要请教瑞德哥了 我们的防疫政策 真的已经是无计可施到 要需要去学中国吗 事实上我可以体会 新北市长侯友宜 那他想要超前部署 是基于好意跟善意 但是有时候呢 那么过度的这个建议呢 可能会造成无谓的恐慌啊 那么他所说的这个方舱医院呢 那让我们想到的是 中国的火神山跟雷神山嘛 那火神山跟雷神山 平心而论 那么他是运气好 为什么 他盖成一个方舱医院了以后呢 他的隔间是非常简陋的 他甚至于都所谓的厕所是共用的 你知道吗 这些公开的方式是共用的 当时当他们这个方舱医院 启动的时候呢 引起世界各国的一个批评 为什么呢 很多地方盖的这个所谓的 跟他们不太一样 但是是居家居中 集中检疫的这个检疫隔离宿所 强调的是隔离 你知道吗 隔离那么才能预防 什么意思 你不是用一个大的地方 让这些人 轻症的或无症症的 全部挤到里面 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 OK了 把它放出去 我跟你说 那个是火神山跟雷神山 中国的运气 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人知道 我讲真的 你相信中国的相关的这个 等于说资讯吗 我不相信 所以呢 那么他的火神山跟雷神山 用在他自己本身 我说我没数而已 因为他的人太多 人太多的医疗 他的医疗体系是很不够的 很不足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我们台湾的 我遇过很多的医生 他们就是交流到这个中国的各级 他们省级以下的医院 那个数值是很差的 然后呢 医疗的这个平均 这个等于说人数也不够 所以他必须要采取 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在台湾 我们目前为止 还没有到那样的一个境地 但是呢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超前部署的话呢 那么包括中央 跟中央的这个集中检疫 包括柯文哲在台北市 比如说把这个防疫旅馆呢 加强版 这个我赞成 加强版200变1000啊等等 你把它 因为它是一个 本来它就是饭店 本来就是旅馆 它是独栋的 先找那个独栋的 为什么 如果你不是独栋的话 你是几成而已 又会有个问题嘛 马上又有混居的问题 确诊 确诊没有那么可怕 昨天啊 很多人会很害怕是说 我家人就确诊了 那你们叫他现在家里 难道就在家里 然后什么事都不做吗 不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还在准备这个集中检疫所 还在准备 就好像台北市的这个 加强版的这个相关的隔离防疫旅馆 意思是一样 但你要等 因为你不是重症 重症马上就来了 重症啊哟啊哟 119就把你送走 那你不是重症的话呢 你只是确诊 确诊这个相关的变种病毒啊 他有一个特性 他以前啊 以前的这个去年的武汉肺炎病毒呢 大概要时间比较晚 8到10天才会发病 他大概3到5天就发病 那发病通常他的症状 跟这个感冒有点像 但是你也不要轻浮 为什么昨天以前不是41个重症吗 他也会有重症 如果出现重症的话 赶快通知赶快送到医院 就进入负压隔离病床 台湾在此这个万华阿公殿事件之前啊 因为我们的本土案例很少 所以只要有个案例 就把你当作最高规格 送进去负压隔离病床 就算无症状感染都都是一样 那现在不一样 现在感染确诊的人多 所以我们必须分流 就分流就像急诊室进来以后 先红色的再绿色的再黄色 意思是一样 红色最严重先优先处理 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只是个破皮干什么 你没有那么严重 你后面处理 那现在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啊 现在我倒觉得 那么把他们在集中检疫所 那集中检疫所是有配医护人员 对 他跟一般的集中检疫又不一样 所以叫做加强版 然后呢 包括加强版的这个防御旅馆等等啊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台湾 我们大家能够齐心合力 包括我呼吁 我呼吁比照高雄 为什么呢 除了双北之外 其他县市比较高雄 口罩要强制戴上 对 口罩一定要戴上 口罩就是你最好的一个武器 当大家一起戴上口罩 然后集中防疫 加强那个力度的以后呢 不要让这个疫情呢 从这个双北之外 扩散出去 现在最怕的事实上 双北我们大概都知道了 大概就是 现在新北市板桥 离万华最近的板桥 重灾区 然后紧接着来 几乎都 每天大概 一半到三分之二左右 都是集中在这里啊 那现在怕的其实不是这里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这里是重灾区了 现在怕的是要扩散出去 所以呢 你只要把扩散出去的疫调 现在能做的 就是扩散出去的疫调 不要让它再出去 你看今天高雄啊 台南啊等等啊 把它控制住了以后 那么这些就限缩 限缩以后 不进则退 整个我们整个的确诊人数 就会下降 你看 今天的人数比昨天下降 那当然希望 我们是希望 每天都能下降 每天都能缓和下降 是希望能够缓和最好 但是呢 你要用一个 另外一个角度想就是 现在对大家来讲 你我的健康更重要 不要让它扩散出去 不要影响到 你我的家人更重要 那生病了就是去医 生病了就是去面对 那这个病毒很简单 如果你在重症的时候 赶快给你呼吸器啊 赶快给你插管啊 赶快给你叶克膜 你很可能就可以平安度过 最危险的时候 那如果一般来讲 那么轻微的状况 跟感冒差不多 就给你辅助性的 相关的舒缓的一个症状 你就可以平安度过 大家不用怕 所以中国设置方舱医院 有他们的客观条件 他们的政治社会的环境 允许他们可以快速的去兴建 但是台湾有办法吗 那特别是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病例数 是不是就要比照 中国这种极权国家 去盖方舱医院 但问题是 会不会缓不积极呢 至少台北市 他们有去积极找 因为毕竟现在的旅馆 饭店业 应该是没生意啦 对不对 那难道新北市就不能去做麻辣椅馆 怎么样看新北市 有必要去盖方舱医院吗 所谓的超前部署 怎么会是去抄袭中国呢 要不要盖方舱医院 其实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这个疫情 在整个社区的一个传染 到底是不是失控 这两天讲了很多话 一般的民众或者新北市民 也认为讲这种话 非常有魄力 尤其是讲说 该封就封 是啊 该封就封 我都认为 只要条件成就 该封就是要封 但问题你要讲清楚啊 什么叫做封城 封城的条件是什么 是你整个政府是完全 你在新北市 你认为说 我全部都已经失控了 你更需要讲清楚啊 你第一时间 要讲这个 这种话的时候 你更要讲清楚说 不好意思啊 这不是我的事情哦 这是中央的事情哦 你封城就封 那你的隔壁的县市怎么办 这涉及到整个跨县市啊 我以为这两天所提出来 其实都是在讲说 怎么样去把 没有染到这样的一个病毒的人 还有跟着确诊的人 怎么样去做一个隔离 方舱也是如此嘛 你说整个医院的一个 医疗的一个能量 已经不足了 那当然要去增加 你去把它看看 不管现在是在阳明山 或者在建坛 在台北市 或者是其他地区 我们看这些集中检疫所 它其实就有点 类似方舱的一个概念 那你现在大张旗鼓的说 哎呦我现在超前部署 是 超前部署都是好事 但是你再把它加一个封城 还有讲该封就封 一般民众来讲的话 听了他真的会害怕 你说到市级了 你说你要决定了 类封城 什么叫类封城 就是类是很像 你明明是三级的 你要用四级的一个措施 那一般民众如果不遵守 你怎么办 你不就天下大乱吗 防疫的时候 就是真的只有一套标准 我一直认为 最近的一个县市首长 大家都很负责 但有时候 常常那些话 没有讲清楚 会产生不必要的一个疑虑 因为封城这家方舱 这个民众会怎么想 那变成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是不是已经失控了 很明显的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是这几天来看的话 一塞 你像比如说 从五个到三十个到二三十个 到破百到两百 到甚至到昨天的三百 大家看到这个数字会觉得 哎呦夭壽啊 这什么情形失控了吗 民众有就会这样的一个紧张 甚至是恐慌是合理的 但问题限制首长 你这个时候 你必须要去看 这个短期的 你现在来看的话 昨天有三百三 另外一个概念的一个解读是说 好 赶紧 已经将三百三十三个 把它清出来了 我们知道说 这三百三十三个在哪里 那你再来比较 今天也许数字会稍微降 后天可能会更降 起起伏伏 那必须要一段时间去观察 人家都不是行过 双北这些市场 你说除了柯文哲 柯文哲也不敢讲这么 讲这么 好像觉得这样 而且你要找一块地方 那那块地方 当地的居民是不是也反对了 那这一定是反对 现在都找到哪一个区块了 宏大 对不对 侯友宜 对啊 那那边民众不是也反弹了 侯友宜这件事情 我会觉得他比较急了一点 起心动念 当然都是好事 要超前部署 但毕竟是谁 跟他出这种样的一个主意 是 你身边市场没那么厉害 这不是你的专业 一定是旁边的人跟他讲 但重点 这种发言 就必须要非常的一个谨慎 不是你的职权的 真的会添乱 要把一个城市给封起来 哪那么容易 民众全部都知道 你去讲说该封就封 谁都知道该封就封 但重点是说 条件是什么 你要讲清楚 谁的权责 你要讲清楚 要跟各县市 你要去协调 不是你爱怎么样 就可以怎么样 对的确 请教医疗专业的宏副院长 到底这个新北市长 是超前部署 还是超之过急 OK 我想任何的防疫策略 都有所谓可行性跟可能性 那方舱医院这个概念 大陆叫方舱医院 其实在欧洲 在他们去年疫情 在上升的过程中 欧洲也有类似这种方舱的概念 但是他的背景是说 因为他们在短时间内 确诊的人数都上万人以上 那一般的 这个医疗的能量已经崩溃了 在崩溃的情况下 他必须要建置 类似这种检疫型的医院 然后里面有洁净区 污染区跟缓中区的一个建置 收治大量的一个病人 好 那我觉得要谈这个议题 我觉得我们应该从 这个实际的这个数量 我们来检视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从5月11号 进入这个二级警戒之后 到今天为止的 总共确诊能住 是988人 这988人呢 事实上今天是第八天 好 那我们在后面要再加两天 为什么我要讲两天 因为基本上我们这次 指挥中心也定调 我们治疗的时间 大概在十天以后 他的CT值 可能就会在28.8以上 他所代表的意义说 治疗十天之后 他的可能的病毒含量 就已经低到 已经验不出来 或者没有传播 几乎没有传播能力 那所以这种人 我们就必须怎么样 分流到一般的 就是说加强版的 这种检疫所去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 到今天是988人 十天之内 我们可能有1200个 确诊的病人 这1200个人里面 按照COVID-19的这个病 病程去看 跟他的这个分布 大概呢 轻症跟无症状的 还是占多数的人 好 那这里面的可能重症呢 在1200个里面呢 按照台湾目前的数字 是7%的可能重症 7% 好 我们用7%去看的话 大概7%乘上1200 大概就在不到 100位左右的数量 好 那我们回过来检视 我们台湾到底有多少床 目前的能量 目前的床 我们检视到目前 全国有760床的 负压隔离病床 专责病房 就是可以收治 COVID-19的专责病房 有2412床 换言之 这两个加起来 在医院里面 可提供收治的床位数 就已经3172床 3172床里面 三分之二在哪里 就在我们北部地区 所以换言之 我们北部目前 可以整备到的医院的能量 我可以讲 大概目前就是2000床左右 这个还不含 就是说目前我们全国 台北新北 我们都被要求降载 降载是不是那个住院的病床 又会再空出来 所以这个是最基本 就有2000床 再加上柯市长 这已经讲了 刚才新闻也讲 他会在近期找一个地方 做加强版的检疫的集中所 或者加强版旅馆都可以 反正就是加强版的检疫集中所 就说他里面是怎么样 一人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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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隔离隔离隔离 对不对 把你在那边做观察 那我现在就讲了 如果我们有1200个确诊病人 事实上来讲 可能700位有这个病人 是一般轻症的 或者是比较无症状 我们就可以在一般的 加强检疫所里面 或者在医院里面 对不对 但是呢 在加强检疫所里面 可能他的病程进展到一半 有人突然传起来了 转成重症 没关系 赶快把你用救护车 送到医院的 专者抚押隔离病房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 就有一个lotte了 再来 在医院里面 治疗到第10天之后 如果他的这个 这个病毒量 已经比较少了 我们也可以把它转到哪里 集中检疫所嘛 那我刚才为什么用10天 这有他的道理 就是说 我们是10天以后 怎么样 第11天 我们5月11号的那个确诊者 可能他已经治疗10天 他的病毒量已经下来了 好 5月11号的这些病人 我们就是可以把他从医院 挪到外面的集中检疫所 到了第12天 5月12号的那些人就可以医到 就是说这个病床是个流动的概念 不是说住进去永远不会 除非是重症的以外 副院长你刚刚讲的数量 那看起来足以应付现在的 一些这个需求嘛 所以我才会说 我觉得还是要看数字 我常常讲防疫就是科学与数字 对 那科学与数字 如果我们盘点一下 目前我们的医院的床位数有多少 然后现在又要设立这个集中 加强版的检疫所的床数有多少 当然要配合我们现在的 每天确诊人数 所以现在新北市长 有没有去整合这些医疗资源 还是说他觉得 就要赶快去盖方舱 那盖一个方舱要花多少时间 所以我在想 侯市长当然是比较未雨绸缪 也不能说不对 因为毕竟说真的 万一假设这个没有人知道 万一假设每天都是 假设是疫情大爆发的情况下 万一一天是一千两千的时候 就像日本 他如果说在日本的情况 一天六七天人在确诊的时候 那当然方舱医院就有他的需求 可是我这样讲 可行性与可能性嘛 对不对 可行性跟可能性 就是这个可不可行 可行嘛 但是这个可行的事情要不要做 不是不能做哦 其实我早就在去年 我们就已经提到了 我们台湾需不需要一个专责的 收治这种COVID-19也好 传染性的 新兴传染病的这种医院 我觉得是有这个必要的嘛 那事实上这个如果要做 早在之前就可以做了 而不是说 现在遇到疫情又爆发 大家又来提这个议题 好 等到疫情过了 大家这件事情又忘记了 对 所以我意思说 很多事情不是不能做 要未雨绸缪 要及早规划 才能够因应未来的变化 要及早规划 但是不是一个对的方向 还是说现在就讲出来 会让民众更陷入恐慌 来这个宽哥 从封城到方舱医院 特别是你方舱医院 还要找地方盖 当然新北市 我们知道他幅员广大 也许找得到地方 但是相关地区的居民 是不是又有一方 一方的这个抗争呢 对 也就是说 这是不是缓不济及呢 侯友宜市长 这次他希望超前部署 当然他有他的一个想法 也有可能是他的幕僚 可能给他的一个数字 相对来说 比较悲观一些 但我们在设立一个方案当中 我们必须要看到 这个案子是可行性 或者是非可行性 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第一个 目前国内的一个状况 我们的边境已经封锁了 然后我们目前国内的各大城市 通通陷入了所谓的三级的警戒 所以先跟各位说 很多的饭店 现在是没有人的 那我们也可以细数 我们也不用走太远 其实在新北市当中 最大的几个城镇 包括了板桥 包括了钟永和 那边有很多大财团 他们目前的一个饭店 说实在话 也是门口罗雀 为什么呢 就没行李啊 也没有人出门观光嘛 那这些 可不可以来做 有效的一个利用 这个是第一个想法 比较简单的来跟各位说 那就架构来说的话 我认为比较简单的是一个 创造双赢的一个方案 因为我们目前 在做到所谓的一个 纯繁益旅馆 我们一天有固定的一个补助额 各线市不一样 但基本上会有一千块钱左右 台北市最近包括了 S Hotel 包括了市民大道的美丽性饭店 包括了松山的益社饭店 包括了松山区的王朝饭店 等等总共有六家 这六家饭店现在都愿意加入了 所谓的纯防疫旅馆 那刚才其实洪富院有说明到 现在来到这里 防疫似同作战 急诊的话 我们要先分流 什么叫先分流呢 重症的轻症的 或者是有一些 比较不是那么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把病人的人数 把它给筛选出来 那么目前 根据整个医疗系统的一个回报 大概有六成到七成 他们的症状是相对轻 你如果症状相对轻 你直接就送到了一些 所谓的重症病房 一来也浪费资源 二来无法让医疗资源 做最有效的一个运用 所以就目前来看的话 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方舱医院 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用法 照欧美的一个说法 那个叫做野战医院 什么叫野战医院 突然间人数大幅度的一个增加 所以我们利用帐篷或者是隔间 去把人做分流 做有效的一个安置 那就目前来说的话 当然新北市有很多的点 我个人住卢州 卢州的空中大学 那块地非常漂亮 非常方正 来做方舱医院也不错 但来到这里 我再说一次 目前在新北市跟台北市 我们有够多过去观光的资源 目前是闲置的 那些可以利用 然后再来 地方居民的一个观点跟看法 一定要去思考 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说了 包括万华地区 包括返桥地区 那些的人 请各位不要标签化 因为现在有开始人就说 你哪边来的 他们会怕 那各位去想 如果我们再把所谓的国内 中华民国版的方舱医院 放在某个地方 那对很多的地方 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我个人的想法很简单 国内目前很多的饭店旅游业 这个地方是闲置的 把他们的力量做出来之后 寻找双赢的方法 双赢的方法就是 饭店可以活下去 政府可以有效的来利用 我们手中的资源 这个对所有的民众来说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我们的县市包括 特别是双北市长 有没有去真正落实 这个防疫的一些措施 包括你要赶快 多设置这个筛检站 还是说先超前部署 先喊出说 要盖方舱医院来 我觉得喊那个什么 方舱医院 这个真的不叫做超前部署 这叫落后部署 去年全世界搞成这个样子 就中国才在搞方舱 你在做这种东西干什么 那所以其实所谓的超前部署 还是一样 你去盘点你的地方人力 甚至像我现在有点担心 就是双北 全台湾现在都停课 那很多的医疗人员 小孩子谁带 你总不能让医疗人员 为了我要带孩子 我又请假 那这段时间 小孩子是有人带呢 还是小孩子要把他送回中南部 我们一直提醒 不要送回中南部 免得有任何新 有任何年轻人 传染了中南部的老年人 又造成了其他的疫情的处理 所以这样说超前部署 有很多重要的社会福利 跟政策上的处理 不要整天在想方舱医院 如果你那么想要 你就把你那边的体育馆 拿来用就好了 你该做的事情 就是这些让量能可以维持 本来需要工作的人 可以安心工作 没有必要群聚的人 可以得到适当的安置 对的确 也就是说要有配套措施 金医师所提到一个重点 那现在就说包括快筛站的需求 现在量似乎非常的大 但是我们现在的快筛的量 是不是都过度集中在医院 那因为有传出 耳鼻喉科的医生 都说他们很会筛 他们可以支援 但问题是 有没有人去整合 这一块的民间力量 所以今天我们在 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我们的耳鼻喉 这个头颈外科的医学会 他们有出来说 300多位基层的医师都愿意协助 那基层医师是最容易 因为他就在区域里面 这个能量 其实只要里长跟卫生局 一起去把地方的筛检站拉出来 然后由这个卫生局去整合 他狭属的地方的医师 医师就可以出来做人力的配置 医师有人力准备 但是现在是你地方的卫生局 你要跟地方的里长去找 什么地方是筛检站 能够方便大家来筛检 然后医师的人力才尽得来 如果你地方卫生局没有把东西射出来 医生在那边干着急 我总不可能开我的门诊 我总不能开我的诊所 叫人家来我这里筛检 所以我一再强调 卫生局的协调非常的重要 有这么多人力正在想办法帮忙 大家都愿意 那就等卫生局这边 赶快把人力需求 地方需求开出来 大家就全力上线 那等于现在是都没有动作是不是 所以让快塞站外面大排长龙 其实快塞站继续大排长龙不是好事 所以这几天我们都有宣布 请大家分流分清楚 如果你是没有症状 但是你是那60万细胞检讯的人 请你留在家里 不要跟别人接触 如果你出现症状 那你就到快塞站去筛检 如果你没有症状 也你有症状 然后你不是这些所谓的曾经接触 而是你真的刚好有急诊需求 你当然可以去急诊 把这个分流做出来 因为现在其实你刚刚我们讲到说240例的确诊 如果是在昨天有大量筛检的情况下 其实我不排除里面有很多 他其实不是高风险 他只是很紧张 或者是他觉得我就住哪里 我去筛一个安心 这个是我们不希望的 尽量减少没有必要的筛检量能 那靖医师还有个问题 就是有关这个民间自行筛检的问题 因为台北市好像说出现有这个洗顺中心 自行筛检 结果筛出不少阳性 但是这些这个洗顺中心 既然跟这些病患说 你就自己回家吧 所以这是不是很多的乱象 没有去这个地方的我们的卫生局 没有去积极的做这个准备跟整合来 我说明一下快筛跟PCR 我们现在是有一些快筛的用具 他可以在大概10分钟 15分钟看到报告 但是快筛的报告准确度不如PCR 我再强调一次 快筛的绝对不如PCR 我们所有确诊个案都是PCR确诊的 PCR没有确诊之前都不算阳性 那问题来了 我们一再强调 你的快筛有可能有所谓的伪阳性跟伪阴性 伪阳性的结果 就是你还是要等去做PCR 确认阴性才会放你回家 那如果你说做完之后说阳性 反正我也不准 你就回家吧 那叫你筛这个干什么呢 那回过头来 我们之前一直担心什么普筛广筛大筛 因为如果你的是快筛的做法 然后是阴性 快筛阴性之后 会不会再帮你PCR 不会 快筛之后 除非我强烈怀疑你是个案 以前我们在个案数量少的时候 快筛过 你阴性 我们还会再把你隔离起来 再筛一次 就是所谓的一彩阴二彩阴 那所以如果是快筛阴性 一定是放回家 但是快筛阴性 有没有可能是伪阴性 有 那就是阳性个案 回到社区跑来跑去 就危险了 所以 对 所以我一再的提醒大家 快筛只是先做一个大量的筛检 而且这个大量筛检 其实如果你筛的 多数都是心里很紧张 我觉得很害怕的 这种没有症状 没有接触时的人 你就是徒增大家的困扰 但是如果你是高风险者 快筛当然是减少PCR 后面的量的一个 就是减少PCR loading的一个做法 但是这里会出现两种 一种就是伪阳性 那伪阳性还好 大不了就再做一次PCR 才能确认是否确诊 可是如果是伪阴性 他回到社区 他就因为这样不戴口罩 因为他快筛完阴性 他就到处去跟别人接触 这就会是破口 现在台北市的万华 以及新北的板桥地区成为 疫情热区 除了台北设立了五个裁检站 那新北市呢 昨天紧急在板桥呢 架设裁检站 那这个筛检的阳性率达到10.8% 让万板地区现在是人心惶惶 那尤其今天一早呢 这个新北的裁检站 200个号码牌呢 一发就马上全部发完 医院前排起人龙200个号码牌 一走八点就发完 民众都在等着快筛 新北板桥区因为确诊数不断上升 昨天启动快筛站 连日来已经变成疫情热区 当地人心惶惶 从15后百例确诊开始 板桥从一开始的24例到昨天41例 三天加起来已经有97名确诊个案 另一个热区万华同样确诊数不断增加 三天加总190例 而且从昨天的确诊数来看 台北茶艺馆相关有155例 万华活动室相关也有86例 万华街道上突然出现救护车 都让附近居民人心惶惶 纠集将影片po上社团 急问到底发生什么事 也常常看到像这样大规模修毒 当地居民也分享 排解秀印已经开始出现 好像自己成了代军者 这几天万华仿佛丧失空城 居民尽量少出门 现在成了疫情热区 大家纷纷在网路上交流消息 也希望外界首点骂声 多点温暖 在非常时期一起对抗病毒 好 现在疫情热区 就是台北市的万华跟新北的板桥 那这两天看起来都是大排长龙 那显示出这个裁剪站严重不足 我们现在就要透过连线 那么视讯这个在第一线 最前线万华地区进行筛检的 江冠宇医师来跟大家说明 来江医师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说明 这两天的一个裁剪情况 是不是依然大排长龙呢 主持人好 那其实就应该是说从星期六到星期天 这两天的那个筛检的人流是比较汹涌的 那在那个星期一的时候 其实白天的流量还是非常的大 虽然说一天大概筛检量 大概从250到300 总量应该 总全部的筛检人数应该是这样 那但是白天大概就是人潮比较选 然后晚上的话 大部分都是可能工作不在万华区的 然后下班回来 然后晚上是这样的族群 那以那个那时候我星期 就是我的班是晚上4点到那个5月12点 那这还是有一些那个白天的一些人流 那大部分都是在万华区 一些白天的阿公阿嬷 还有一些庙会的青年 那发现就是说感觉上人流 这些人流感觉上 那阳性的确诊几率是相对比较高 那当然晚上那些白领的族群和学生 那其实那个阳性的确诊就相对不是那么多 可是因为他们人也少 所以总体而言 如果是我现在没办法讲数字 但是如果说在第一线的话 你会感觉到其实比之前说阳性率 百分之10是还要来得高 还要更高 那大概是高到什么程度 有超过一两成的这个数字吗 这个基本上我会 我会觉得说大概抓13%到14% 我自己我会这样子抓 但是这是我自己个人 在第一线下来 因为大概就是说 可能每28个人来 白天大概每28个人可能就会中 差不多那4到5个 那晚上的话大概 因为我们也是来都是大概30个人 30个人30个人进来嘛 晚上30个人进来的话 大概就就一两个一两个会中 这样子 那这个会中后续后续要怎么处理啊 如果有中的情况呢 我跟你讲 那就是在筛检站 他的人流管理是这样 30个人进来然后去筛 然后总共有一个人要筛两根 那两根一根是快筛一根是PCR 总要筛两根 然后呢快筛是现场在现场等待 10分钟他就会出来嘛 如果你是阳性的话 你就会从休息区呢 然后就先移到一个房间里面 做那个隔离嘛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就会有车 把你那这些确诊 那个快筛确诊的人 一个也不是确诊 就是快筛阳性的人 一个个把他载到专责医院去 但是你就是你快筛阴性 也不代表你就这样子没有事情 因为其实快筛 然后就是有很大几率是你有 但是没有不代表你真的没有 所以大家回去 还是要等那个PCR的报告 所以PCR才是最后的评断标准吗 对总共是两层防防护 这样筛减下 你觉得万华地区的疫情是 算严重吗 很严重吗 其实我觉得 比我想象中的阳性的 那个阳性的几率还来的高 比我想象中高 高一些些 对 那那个我会觉得说 按照这样的情势 虽然说今天 得知消息说是240 但是以我们是那个 第四级的操作型定义来说 只要连续一段时间 然后平均每天确诊人数超过 100例以上的话 那其实大家就要有 随时还是要小心 会不会要进入第四级警戒的一个 状况这样子 你说会进入到第四级警戒是吗 我觉得还是会啦 因为你看白天的居民就很准啦 白天的居民就是 但是大部分都是固定在万华区里面的 那些阿公阿嬷 对不对 这个区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是不是其他群区的区域 也是有类似的状况 那我觉得这个是之后大家要观察的 当然我会觉得说 之前有流行病学的模型预测说 可能这样按照这个病毒的传染系数 在我们台湾这边 那可能可能最高峰会到800 最高峰800然后才会下来 这个是蛮可怕的一个数字 但是那这个前提是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行为模式都没有变 如果说我们现在开始 把自己当成是个第四级 然后呢减少与他人接触 甚至现在医院很多企业 会发布一项政策 就是说你可能回到家之前 你把自己全身都亲你一遍 再去碰你的家人 我想这样子会比较好 江医师你怎么看呢 因为今天万华地区有出现 这个独居老人这个确诊死亡 那这是代表这个情况相当严重吗 因为其实老人本来健康情况就不佳 这个新冠病毒本来就在老人 这个族群死亡率就是比较高 那独居老人因为他卫生条件 比较他医疗支持本来就是 在他身上就不是那么的够了 那所以说死亡率再高 这次本来就很有可能会这样 那大家其实现在也要小心 冠状病毒其实本身死亡率 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高 但是只要他发生医疗紧绷 就是说像前面几天就发生指数型上升的时候 没有个国家能够挡得住 现在今天是还好 好像稍微有点缓 可是还要再看几天 但一旦他继续指数上升的话 他的死亡率就会瞬间往上爬 之前死亡率可以到10% 在别国家可以到10% 他是这样来的 那江医师你会觉得现在的筛减人力不足吗 因为有这个耳鼻后科医师说 他们可以支援 他们也很会筛哦 你觉得这样子是说 是不是可以去善用民间的这些医疗资源呢 对其实现场筛减 因为在前几天都是临时去征兆 然后又蛮多医院的医师蛮热心的 但是如果说有耳鼻后科的医师投入 我觉得会更好 因为其实在筛减的时候 其实我们结构上要很精准的到鼻咽 就是说你整个鼻孔 不是说碰到鼻孔的壁就好了 你是要整个到后面跨到烟火的地方 你要碰到底 那这个要有一定的角度 那其实耳鼻后科医师会比大家更了解 所以说有时候你要看 有时候筛减工具 他还有一个误差 在于说人为的操作方式 如果说现场有对于说 对于人的鼻咽构造不够了解 就会导致说他可能筛的 能够到症状要害 那个几率就会比较降低 会减少这个筛减工具的精准度 这耳鼻后科医师投入 我觉得是非常乐观 可以减轻你们的负担吗 因为毕竟你们现在 似乎这个大量的医疗资源都是在这个 由这医疗院所来附和 是不是这种情况 那现在那个就是在各个医院 那他开始就开始出现全面降债 全面降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住院中的病人 尽量在这三天之内 赶快全部把它出清出院 要把位置让给 接下来在这些筛减站 或是各个分院 有症状来筛减的人 万一是确定是阳性的话 他一直不断的收进来 所以各个医院扩大筛减病 他是在扩大 所以住院病人出清那接下来门诊 也开始降量 甚至有的很多科都会开始去关诊 就是说你老人家有慢性病人来拿 可是你来医院就是群聚啊 那所以就是说你可能这一两天 慢性重症先拿一拿 你可能就是几乎一个月两个月之后 就不要再来这样 等到说6月8号之后你再回来这样子 鼻后科的医师能够支援 然后台北是不是在这个快筛站的部分 是不是也可以再增加呢 快筛站我觉得是还可以再增加 因为现在万华区是这样子 那其他地区是不是也需要 像是大安区或是像其他地方 是不是说也需要再增设 我们可以再看 那现在就是说 但是我会 我这边会提出个呼吁 就是说快筛站这边 你有症状 然后你怀疑的 你再来 不要说 你就说到底有没有 可是你身上什么症状也没有 然后你其实接触人也很少 不要说完全没症状结果 因为完全没症状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你真的没有事情 结果你跟人家一起排队 结果你就出 反正有感染风险 对 第二个是你的那个 如果是有可能是你是无症状患 但是无症状患通常是病毒量比较低 结果你来 结果你来一塞就变成一个胃因性 哈哈哈 那这样子结果也不是 你有症状都带出来 可以你有症状 再来可以提高这个工具的准确性 是 好我们谢谢江医师 也希望全国民众给我们最前线 第一线的这医护人员 还有江医师加油 谢谢江医师 台北市如果我们好 还有新北的板桥地区 现在是疫情热区 那台北市是设立五个裁检站 刚刚我们的江医师有说了 他这样子一整天下来 感觉上白天人比较多 28人就有五个人会中 晚上大概是30个中两个 所以这个确诊率 大概是一到两成之间 那另外在板桥的部分 板桥他们是今天是有新增 一个裁检站 两百个号码牌 早上六点钟 就有这个很多人在排队了 所以要请教明显了 这个部分是不是明显 裁检站不足 台北市五个可能要再增加 新北市感觉说要超前部署 但怎么好像都动作不足 第一个我先讲 江医师真的很辛苦 他们第一线的这些防疫人员 真的非常辛苦 不过我刚刚有听江医师在讲说 他目前筛的白天是28个 筛出五个出来嘛 那他的阳性的确诊率 就是到18% 接近比一般还高 可是我认为他还是小样本数 因为我看现在整个统计 筛到昨天为止 万华相关的足迹是筛了 2274人 那阳性的只有245人 那大概就是10% 接近11%左右而已 这是比较大的样本数了 所以照江医师来讲 他预估说高峰是到800 那我希望他是错的 包括我们讲 杨志良前署长也说最高到1000 我也希望那是错的 我希望昨天到333到最高了 那今天就慢慢降下来了